面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传统的零售银行业该如何应对 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 整个银行业不会受到根本的冲击 利率市场化会逼着银行转型 逼着银行改变业务 互联网会让银行发展金融互联网 利率市场化打破金融体系严格管制 也促进金融体系创新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脚步 银行业会否走向全面亏损时期 中国的企业家的这个文化 有一个亿他一定想干五个亿的活 有一个亿他想投资市营 只要这批企业家不退出历史舞台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还是企业家求银行 中国的资金是短缺的 居然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史玉柱 谈利率市场化金融业创新 以及银行业监管过度的现状 过去几年里 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银行业维持了高速扩张的势头 但是与此同时 随着利率市场化 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市场 退出机制等金融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 零售银行个人客户的需求及消费行为迅速改变 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支付 网络社交等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 风起云涌 P2P 余额宝 网络金融社区等各种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平台 及服务的迅速崛起 很多人认为互联网融合渗透金融领域已是大势所趋 面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传统的零售银行业该如何应对 传统银行业和互联网金融是合作还是对立 未来的中国金融业会向何处发展 本期主讲人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一届新金融联盟峰会 金融极客盛典上与您一道探讨新金融时代下金融行业的改变之路 本期主讲人史玉柱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 从老白金到黄金搭档 史玉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业者之一 他曾经是深深学子万分敬仰的创业天才 五年时间内 基身财富榜第八位 也曾是无数企业家引以为戒的失败典型 一夜之间负债2.5亿 这位经历大起大落的企业家为您讲述了他眼中的银行业现状 这个世界光业讨论银行业面临利率市场化 面临互联网冲击 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讨论的比较多 不少人的观点就是认为银行业将陷入困境 甚至有人说恐龙将要消失 我有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时期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整个银行业不会受到根本的冲击 这个利率市场化会逼着银行转型 逼着银行改变业务 这个互联网会让银行发展它的金融互联网 会把互联网作为一个手段 它会改进它的业务 以银行间市场为突破口 中国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 货币市场 债券市场 本外币贷款 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已完全放开 而企业债券 理财产品 影子银行近年来快速膨胀 推动利率市场化程度实质性提升 也逐渐改变着中国的金融结构 利率市场化加剧了银行竞争和融资成本居高等压力 面对来自各方的争议和质疑 利率市场化该如何继续向前推进 目前银行业面临的压力和负担 银行业该如何应对 银行业会否遭受重创 我们的这个银行业 因我们特殊的历史的这个原因 我们的国情决定了 我们的银行业太大了 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银行占整个金融业的比重 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中国 你看那个资产总规模 跟银行比 只是银行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头 看这个所有的金融机构 在全国各地的网点 其他所有的金融机构 包括证券 保险 信托 等等 加在一起 他们的网点 也就不到银行的十分之一 就这个 它的块头太大了 比如像那个卖保险 就是那个分红险 90% 是在银行卖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金融 走到中国 亿万这个消费者身边的机构 只有银行 所以它这个 因为太庞大 所以你想让这么庞大的一个 这个银行业 在短期内 在三年五年十年之内 想突然消失了 突然全行业陷入困境 不可能 如果真到那天 我觉得中国经济早已经崩溃了 所以这个银行业 是中国历史性的 不能因为国外 比如说美国 它的银行业 占金融行业的比重 不是那么大 不能这个 不能简单的 根据国外的某些情况 就推离中国 因为中国是历史形成的 利率市场化 打破金融体系严格管制 同时形成了激发竞争效率的 全新激励机制 也促进金融体系创新 但同时也存在 对于利率市场化之后 银行业 稀差变小 银行业会陷入 全面亏损的担忧 随着利率市场化之后 银行业 是不是 这个 稀差 就小到 和这个香港 台湾 日本一样 就是这个 会不会让银行啊 陷入全面亏损 我认为 也不可能 首先 这个 中国老百姓是有存钱的 这个文化的 几千年都是这样 从那个钱的出口端 中国的企业家的 这个文化 这个 有一个亿 他一定想干五个亿的活 有一个亿 他想投资十亿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 这是个文化 这个反正我接触到的 除了有两类企业家 这个不太是 愿意使用银行贷款之外 就是一个 新兴的互联网企业 就是互联网崛起的 为什么他不太喜欢这个呢 因为 这些企业都是在美国上市的 美国企业 都 使用银行贷款很少 比如像我们那个 巨人网络也在美国上市 他就是零贷 银行贷款几乎就是零 为什么 他就是这个 账上面有大量的现金储备 几乎每个互联网企业都是这样 这个是在互联网企业的 企业家文化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西方 受过教育的富二代 回来掌权 这群人会好一点 其他的所有的企业 对资金都是如鸡是可 只要这批企业家 不退出历史舞台 未来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还是企业家求银行 中国的资金是短缺的 近年来 互联网金融 一军突起来自互联网运营商或者电子商务运营商的第三方支付 以及网上存款贷款 理财等所形成的互联网金融生态迅猛发展 给传统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中国的金融特别是银行业 互待转型升级 传统银行业该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火热发展 对银行业是机遇还是挑战 银行是做什么的 银行是进行信用的 不是简单进行钱的 它是玩信用的 这个360行业最不讲信用的行业是哪个行业 互联网 这个互联网上面你都不知道对方是男的是女的 你要一个女孩子聊天 就说不定她是个人妖 因为这个互联网是充满欺诈的 因为这个充满欺诈就决定互联网要做金融 只能做局部个别领域 它不能全面做 你比如我到这个我要拿人民币换美金 我在互联网能换吗 换不了 你只有到银行的柜台就换 因为银行的柜台给你的不是假钞 你在互联网上面换 你真是会被骗 说不定那复印机复印张纸就给你当美金给你了 所以那个银行有几十项业务 互联网只能冲击它几项 剩下的几十项是冲击不了的 这个是互联网的这个它特性 当然我不是说互联网金融不会大发展 互联网金融会大的发展 像余格宝这个崛起 这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会有更多的崛起 但是它替代不了银行 它将来能占到银行的百分之二十 整个互联网金融 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百分之二十也就三十万亿了 三十万亿那已经是 这也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你想把这个银行给替代掉 我觉得不可能 中国从八十年代搞改革到今天价格体系的改革 截止到目前银行业利率改革还没有走完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带来了创新也带来了挑战 另一方面 给予传统银行业的优待和特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的发展和创新 银行体系如何能健康发展 目前的监管尺度是该松还是该紧 我们从中国自从取消掉粮票之后 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 我们唯一还有一个行业 现在还保留粮票的 那就是银行业 银行业每年要发粮票了 今年你只能有多少贷款 明年就有多少贷款 每年给大家发粮票 银行业还是一个监管国度的 这个就比如像那个控制这个银行的规模 你吸收了多少存款 我冤极你放多少贷款出去 按道理来讲 一个指标卡死就够了 但是我们现在同时有三个指标在卡 三个指标卡的是同一个内容 没有任何区别 第一个就是这个充满保证金 百分之二十 这是全世界通用的 人家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二 我们是百分之二十 那高就高一点也还行 第二个这个存贷比 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你收到这个一百块钱的这个充满 只允许你贷款七十五 这样就把第一个 称这个 称完准备金 个费了 这个管理就没啥用了 你不能说我这个 需收一百块钱称款 我贷八十 不行 最多七十五 这是 这两个管理是同一个内容 然后第三个 人民银行 就是这个又加了一道 我给你发粮票 工程中间交 我给你多少 剩下的我给你多少 工程中间交 日子好过一些 到地方商业银行 我听过好几个地方商业银行 每年给他粮票 是百分之三十 他收了一百块钱称款 只允许他贷款 三十块钱 这样的话就比良为仓了 所以的与世 理财 外门卸道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个我觉得是比出来的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 银行现在这个利率高 就是钱那么多 利率那么高 有很多原因 其中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监管过渡 监管过渡 让中国的利息 走入这样一个怪圈 钱发了这么多 利率这么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